又是未來跟大家玩玩玩具的環節 今期未來繼續介紹最後一隻自殺小隊的重要角色 隊長 這隊長我不太知道名字 但這位扮演者我很熟悉 約翰 蔡立 角約叫約翰西拉 就是WWE的書局明星 他已經入過很多次名人堂 跟巨石狂心同一個級別 甚至跟巨石狂心一樣 都是入過名人堂很多次 這一部分 他是配了 納納菜的手 基本上可以組成納納菜 納納菜我不會在這個視頻裏 跟大家介紹 我就會留下一個 再跟大家去玩納納菜 配件方面 人物只有一把劍 劍的材質是偏軟膠 不怕刺到手 這件是不錯的 其實這件是不錯的 我先給大家選擇這隻 很難的 首先來看看粒粒菜的把劍,我剛跟大家介紹過,但我不會繼續說把劍 首先來看看粒粒菜的手部,兩邊是一樣的 基本上是這樣的 這些是齒輪關節很緊的 兩邊都一樣 粒粒菜介紹完,來看看粒粒菜 首先,我其實想要它沒有帶頭盔的樣子 但應該是要後續再出一個版本 或者是特別配色版才有 其實它的體型有點偏肥 但個人覺得應該是撞壩 這種體型叫做 那就是腳 腳的可動 可動性是高的,這點我承認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下面是波裝 基本就是這樣 手的可動就是這樣 這樣 這樣 這個表情到處是很帥 一個小型的 小型的 頭部的可動 這裡是可以前後動 但是浮動不大 但個人覺得可以接受 基本上是這樣 Data 位置亦是交足功課 下面亦是這種關節 這種我就想不到怎樣叫,就叫齒輪關節 這種齒輪關節 向前是沒有問題的 但向後是不行的 因為它後面也是那句老生常談的說話 不過由這個位置妨礙了可動 這隻手有球形 應該說馬克法蘭伸出的高可動版本 全部都是這類型的數體 基本上是這樣的 胸口這個花紋亦是很出色的 因為未來對於DC類型的英雄 其實了解並不多 所以沒有了解過這個角色 所以不能跟大家說 例如美國隊長 怎樣變成美國隊長 我介紹不太多給大家聽 這些就自行百道了 這裡可以轉 基本上是這樣 這一套自殺小隊我其實都頗滿意 這些褲的紋亦有做到好到位 大家看看紅色這些 這些紋亦是很出色的 基本上是這樣 下期再跟大家做更多玩具 拜拜 喜歡我的視頻請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美來 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